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试过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呀 秉睿 我爱你 凌瑞 我爱你 那凌瑞天天在医院 看白拉瓜肯定早就看够了吧 不行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我里面什么路穿 看着已经心感了 凌瑞 这会给我其他不好的回忆的 为什么我要穿得这么华丽呢 就算她说不是一时兴起 也不稍好诚心 是因为队伍 追求新鲜感而已 很快就会消退的 在我世界里里面拦向你 会不会有点太完美了呀 竟然让我开始相信命运 竟然会如此的动心 我已不开眼睛 去嚼着你 再加一声 好 聪明 爱才也不是我陆方宁的风鬼啊 爱着你 心爱的我对你是三心爱意 听仔细 绝对不是三心二意 要专心 爱的有幸福却珍惜 好好爱你 我说的 爱着爱我却是却疑 爱着你 爱着你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爱着你 爱着你 回来了 你换鞋 给 我自己来就行 没事 没事 我帮你 谢谢 今天医院怎么样 工作顺利吗 忙吗 辛苦吗 挺顺利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先去洗个手 好 那个 你还吃的青菜 鱼 麻婆豆腐 这是我熬的汤 都是我亲手做的 这些真的都是你做的吗 当然了 我跟大叔学了好几个小时呢 大叔也说了 果然聪明的人 做什么都能做得好 说我在做饭这方面 也是有一点点天分的 你尝尝 要是你觉得好吃的话 我以后尝给你做 我给你盛汤 谢谢 你试试 尝一下 好喝吗 好喝吗 是不是有一点咸 你也知道我第一次做嘛 然后那个厨师也不在我身边 可能我这个咸蛋方面呢 把握得还不是很好 但是我以后会努力进步的 你要是有空的话 也可以教教我 嗯 你也知道我 就这么多了 那个厨师 我给你拿过来 你的那个那种 那种浪子 让你来说 你现在还没看到 你还没看到我 是 我 是 我 这些菜的外卖包装 我在外面的拉鲜桶里看见了 你别告诉我 是别人点了和这桌菜一模一样的外卖 但是外卖怎么可能做得这么闲呢 想必是这么聪明的你 为了假装是自己做的 故意撒这么多盐上去的 陆芳妮 喜欢 爱 真心 从来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说出口的 你之所以能这么随便地挂在嘴上 是因为 说谎对你来说就是轻而易举 这次做饭也好 上次慈善募捐也罢 你总是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你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只是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这也许是你做实行的方式 但是请你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扰乱我的心 我的生活 我们都冷静一点吧 我不知道 是吧 不考虑你的感受 你知道吗 不考虑别人感受 随随便便把别人的真心踩在脚下呢 是你不是我 李锐 是不是我说什么话你都觉得我在撒谎 那我要怎么做呢 像年轻小时候偶像剧里写的那样 酒后土真言是吗 好像不管这个人说什么 只要他喝多了他说的话别人就会相信 可以啊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酒后土真言 喝酒解决不了问题 陆芳妮给我 把酒给我 别喝了 给我 给我 你干吗呀 你别担心 我喝不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了应酬 我每天都在家里喝酒 所以我喝不醉了 如果这辈子都喝不醉的话 你是不是这辈子都不会相信我 我陆芳妮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如果做了什么好事情 我会用广播让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 如果我割伤了自己一根手指 我会把其余所有的手指都包扎起来 拿到你面前给你看 可是现在呢 我每天患得患失沾沾沾沾沾沾 我想的都是你会不会开心 所以你会不会高兴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你觉得我扰乱了你的生活 你难道没有扰乱我的生活吗 林任 你如果不喜欢我 你可以拒绝我 你拒绝我爱你 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 否定我对你的真心 否定我对你的爱你 是因为这样你看上去 特别地甚洁 特别伟大吗 我放你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林任 从现在开始 我讨厌你 冯宁 编辱 来 来 快递 陆小姐的 好 谢谢 我建议您当面检查一下 行 那你帮我拆吧 好 谢谢啊 没事 我每天换得换时战战轻轻 我想的都是你会不会开心 你会不会高兴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如果我割伤了自己一个手指 我会把其余所有的手指都包扎起来 拿到你面前给你看 你也好吗 飞机划过去的尾巴 心虚天空像小一颗吧 心灵状柔软 你 要不我来帮你吧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 翻 翻 翻炒一下 这已经糊了 那 那试一次吧 第几次想见你 控制情绪 是第几次想见你 都已经数不清 一点点的熟悉 吸引日期 如果不是唐瓶突然出现了 事情不会变成这样的 你家那月真的很用心 ABC哪个方案 都是为了不给你添麻烦 点缺的灵律心 紧紧抱着你 紧紧地拥抱着你 你看 我有钱 我把我的钱都给你 我 我不要 路上的信任都想他 天空的眼泪 也不回家 帮你啊 窗外的风 温向我的脸颊 温柔的梦花 你好吗 首歌 三代一盒 我 这一盒 我一个人和你 一个人和我 一个人和他一年 因为你和我一道 我个月 第一次相见你 也万人过黎明 第二次相见你 控制情绪 是第一次相见你 都已经数不清 你这那一道都不喜欢 一点点的数学 昔日记 第一次相见你 第一次相见你 我听听心里的话 确定去哪里旅行 轻轻抱着你 回来了 我想了想 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 谢谢我 材料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是秦宇江帮的忙 我也知道你跟他在工厂见过的事情 其实我没帮多大忙 是秦小姐自己想通的 我也想通了 之前我还批评她 说与江姐为了感情丢了原则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原来 之前我太过霸道跟任性了 你说得对 一个人说谎说多了之后 连自己都信了 应该给你添了不少负担吧 我也累了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我会把这一切都整理清楚 不会再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希望不要把我想成一个太糟糕的人 就这样 晚安 晚安 不舒服 以后 只有你陪着我了 那边 还会出来吃早饭吗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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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我做好了 你要不要吃一点 我早上只喝咖啡就好了 你做两份啊 好 那就吃吧 好 味道不错 谢谢啊 不客气 对了 生活费呢 我会按时转给你 生活费 之前你不是说 我们要共同承担生活的开销吗 我想了想 账这些东西我也算不清楚 还是你比较擅长 分得清楚点 对你我都好 我早上没什么胃口 吃好了 先去上班了 你去哪儿啊 我的意思是 这不是还没到上班时间吗 为一个早会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